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 你说要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 他要是选男朋友 或者是选该不该结婚 他不得自杀去啊 我觉得分人就拿我来说 我通常在一些特别大的事上 我又特别鲁莽 就说男人一点是鲁莽 冲动就比如说真的拍戏 可能就瞬间决定了 拍或不拍 就首先比如说这戏找到我 我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会退缩 我会觉得为什么要找我 我不行 然后如果对方告诉我 我没有被选就是你 我会更紧张 你不能没被选 我不行怎么办 但真的就是这个事 我一旦投入进去了之后 第一我觉得就我行了 这事我也不问导演 你干嘛要选我 就我行 这个有无限的信心 突然就爆棚起来 但也会特别的努力 但是比如说我要决定 去做一个事 比如说拍戏这种大事 可能真的就是 一个细节就决定了 我去跟他合作 一个细节就决定了 我不拍这个戏 包括可能 就是你爱上一个人 也是就 都是你先爱上了 才去了解他的 所以这个挺危险的 你爱还是个性情中人的 就是爱上了就爱上了 对吧 喜欢上了 感觉对了 之后才去了解 好像没有说认识了好久 就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了 你发现他的优点了 你喜欢上他了 好像都是就是 一下那个感觉 对了 就是这个人了 然后才去了解 很危险 那了解之后 会反复琢磨吗 反复琢磨 对 一切都来不及了 成功就成功 不成功 就就是一个不成功案例 你知道这种性格 就是你像那天 我看那个卡夫卡 也是著名作家 那么他曾经啊 我就看他决定 跟一个女孩结不结婚了 这就是病了 你知道吗 几年的时间 他不停地给这个女的写信 你知道那个就是 我应该跟你结婚 他恨不能把全世界的问题 都写进去 甚至他到最后啊 两行 他双子座吧 有可能 他这甚至就是说 把所有应该结婚的理由 列出了一个表 不应该结婚的理由 列出一个表 你说他可以这样 像做科学实验一样 所以他后来疯了 也没疯 但是结不了婚 最终这样婚就结不了了 对 他生活很不快乐了 对很不快乐 其实你看这个选择之苦啊 他只能把这些写成小说 是 因为太怕自己犯错误 太没自信心的就是 对不对 太不相信自己的偏好 反而我觉得你说感情上 那很正常 就是感情上 其实大部分人都很难理性选择 因为你就不能列表吧 比如说该不该喜欢这个人 然后想想看他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要计算一下 你干过这么无聊的事 然后再终于发现 他优点有十个 缺点有七个 那还行 不能这样吧 但其实可能 这样也许是成功率 比较高的一种方式吧 你看快去说了 因为以前就是 有一个朋友 在我特别小的时候 就问过我 说你喜欢一个人 或者说你想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就说了半天 就是感觉 然后过两三天还问我 我还是有感觉 就永远是感觉这两个字 就其他就说不清 后来直到 直到前两年 他跟我说 他说你应该看的是品质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是最实在的两个字 是在生活 生活在一起里面 最有益处的 最为 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最有益的 时效最长的 对 然后那这两个字 也是你最能够 列出表来的两个字 那这就应该都去相亲 你想想看相亲 不是 那你说都跟爱上雷锋了 就好比说你很有品质 但是感情 这可能是一个平衡 但这个品质不一定是 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的品质 对 就是你的爱情观 你的那个价值取向的 比如说你品质 其实可能达到七成 你就已经够了 那另外一方面 你也在乎 它没有那么低 其实这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平衡